正在進行古蹟修復的台南火車站 已經被勒令停工 因為建築界大老婦朝經發現 火車站外牆部分 日治時期的磁磚被敲除 部分有日治時期特色的窗台 也被敲掉 原本審議委員希望保留的 二樓鐵道飯店 據歷史感的衛浴設備 也都被移除 國定古蹟台南火車站是日治時期 1936年完工 已經有86年歷史了 台鐵配合地下化工程 在2017年展開古蹟修復 原本計畫在2021年完工 單中途變更設計 經費也從原本的一億五千萬 追加到一億七千多萬 不料建築大老卻發現問題百出 很多工程變更都為提報審議 直接施作 文字許得資消息勘察 果真如此 組長說負責古蹟工作是幾年 這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 將舉辦古蹟審議大會 決定是否開罰 其中涉及違反 文資法行政法的部分 可罰30萬到200萬元 涉及刑責的部分 可能得移送法辦 至於開罰的對象 建築師施工廠商的疏失 都還有待釐清 而負責監督的文資局 恐怕也難逃責任